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落下帷幕之后 中国女排主教练人选成为了近期大家关注的焦点 郎平、安家杰、蔡斌、王宝全这四位热门人选 究竟谁会执掌中国女排率应是近期外界谈论的热点 由于郎平此前表态自己将会退休 而王宝全和蔡斌又在全运会之后 与天津女排江苏女排续约 因此中国女排助理教练 安家杰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人选 不过近期有山东媒体报道 安家杰在近期已经成为了山东女排主教练 据悉 近日安家杰陪同山东排管中心领导到东营调研排球项目开展情况 山东媒体介绍安家杰使用了原中国女排教练员 山东女排主教练的称谓 这意味着安家杰已经于近期重新执掌山东女排 考虑到中国女排主教练很少兼职地方队主帅 安家杰在这个时间点重掌山东女排 这意味着安家杰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安家杰在过去八年时间里一直跟随郎平指教中国女排 他是郎平最得力的助手 多次独立带领中国女排征战世界女排联赛以及亚洲级别的排球赛事 具备了相当丰富的执教经验 郎平在里约奥运会之后再次执教中国女排时曾表示 自己执教中国女排的同时也肩负着培养年轻教练员的任务 大家都认定郎平退休之后 中国女排主教练一直将在他的几位助理教练之间产生 安家杰和包装都有可能接班郎平 而第一助理教练安家杰新周期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概率最大 即便王宝泉带领天津女排刚刚收获排超联赛三连冠 即便小诸葛蔡斌带领新年军江苏女排打进排超联赛总决赛 两人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直的呼声也没有安家杰高 在这种情况下 本以为安家杰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或许只差官方宣布 不过从目前来看 安家杰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显然有很大变数 安家杰出任山东女排主教练与近期李延龙带领山东女排表现不佳有很大关系 山东女排在2021年表现相当糟糕 国手云集的山东女排在全景赛全运会以及刚刚结束的排超联赛均表现不好 直接导致主帅李延龙下课 全景赛上 在大多数参赛球队没有派出全部主力的情况下 阵容相对齐整的山东女排没能把握住机会拿到冠军 他们在决赛中意外输给了非主力阵容出战的上海女排 措施获得全景赛冠军最佳机会 陕西全运会上 以夺冠为目标的山东女排最终未能打进四强 令人大跌眼镜 而在刚刚结束的2021-2022赛季排超联赛上 被球迷们寄予厚望的山东女排一上来就连输两场 最后无缘排超联赛四强 虽然勉强拿到第五名的成绩 但主帅李延龙再也无法取得球迷们信任 有些球迷们直接打电话到相关部门投诉 要求山东女排更换主教练 目前来看山东女排已经完成了主帅更换 在排超联赛进行期间 安家杰曾经现身排超赛场 她出现在山东女排与上海女排的比赛现场 当时大家都以为 她是以中国女排主教练身份去排超联赛赛场考察球员的 目前来看根本不是 她是去近距离观察山东女排的表现 目前来看安家杰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一直的可能性不大 本来就没有太多担任球队 一把手惊艳的安家杰两肩挑的可能性很小 她没有那样的经历 排协相关领导也不可能让安家杰这么干的 中国女排主教练一直花落水家 目前来看还有很大悬念 不过随着一个个候选者被排除 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人选也将渐渐明朗 在不准备请外交的情况下 国家队主帅应该会在郎平、王宝全和蔡斌三人中选择一人 当然安家杰也并不是完全没戏了 按照惯例 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不出意外 会在年前公布 并且还会公布新一期的国家队大名单 并在年后集训 到底答案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